位在七都馬林的寵物銀行興建工程 因為工程缺失等問題 完工啟用時間一延再延 市議員們非常關心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改善完成呢 動物收容所動物死亡率的資料 可以看到有一件事情其實非常的驚人 我們在110年的死亡率是9% 但是在111年隔了一年 我們的死亡率直接是高達全國3倍到4倍 直接變成了14.89% 我比老實說 這件事情絕對不是等到新的寵物銀行蓋好之後 就會得到改善 絕對不可能 所以這個寵物銀行的工程 希望產發處這邊可以重視 並且多徵詢我們動保所的意見 看還有哪裡要再改進 但是就目前為止 我們所知道的是 我們寵物銀行的工程進度 目前還是沒有辦法如期完成 到時候要有機會 能夠讓我們這些關心寵物銀行的議員 能夠去現場會刊 我們要了解到底接下來會不會改好 因為我跟你說 如果沒有任何的建築物 從憑空而造的話 我們要一次把這些缺失 或者是一次把我們想像中的想法都呈現出來 這點不是太困難 但是如果要穿著衣服改衣服 我想這個廠商要有很大的功力啦 機動市政府產業發展處表示 已經和原油廠商解約 由新的廠商接手 預定今年11月底重新發包 明年5月完工6月重新啟用 很多的缺失它真的沒有辦法改進 那所以我們也在這個10月31號 這個正式的跟它終止這個契約 那目前的缺失項目大致上分為7項 那有包含樓層的樓梯歪斜 寬窄高度的不一 第二項是監視網路系統不符規格 還有這個物排水系統功能不符合設計要求 包含自來水的加壓站的盛水 還有質地為依這個意圖來填沙 然後還有這個樓梯下的儲物空間 還有殘殘廁所等多處漏水 那這一些都是我們希望由新的廠商來接手 那其實該扣的工程款還有一些違約金 我們都有依照合約 當初的合約來執行 那現在預計在這個11月底 我們來重新發包 那因為這個工期可能要大概約5個月的時間 然後因為明年年初還有這個過年 那所以我們預計在5月的時候 可以希望可以讓它完工 然後6月底來啟用 啟用後可以收容150隻狗和50隻貓 剛剛有提到 關於一座有提到這個收容的部分 其實不會改變 目前還是以150隻狗 還有50隻貓的收容量當作一個目標 另外市議員也關心 為在暖暖運動公園裡面 詮釋第一座寵物公園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完成呢 其實很多這個毛爸毛媽們都非常關心 那本市我們那麼多愛好這個毛小孩的這些毛爸毛媽們 沒有一個合適合法的一個專屬的這個 讓那個毛小孩去放電的這個空間 那已經期盼了很久了 起碼期盼好幾年 那原本預計在今年要完成 年底要年終要完成 然後期待落空 到了年底之後 今年年底現在聽起來好像又要落空了 市政府產業發展處指出 寵物公園明年2月底3月初可以完成 它的公期大概是90天 公期大概90天 所以希望可以大概這個3月的時候 2月底3月的時候 可以把這個寵物公園來完成 那其實最重要是它還有一些排水系統 我們要把它完成 議員們希望這兩項工程產發處 都可以如期如值儘快完工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我們要報道 我們要報道